音樂者 哈囉大家好我是手服氣車周小弟 今天周小弟達恩老師說幫你們介紹這台 是Lazos的 它是NX系列 那它NX系列裡面呢 就是最頂級300H 全景天裝的 買中古車就是要選擇最頂級的才划算 那我們這台車旅程數才開5萬 現在不用半價 112萬吧 即刻入竹 來到我們裡面內裝的部分呢 你看一下 這個就是林志的 極度奢華 近乎完美的這個內裝品質 這台車呢 它的主被動的安全 它是給的非常齊全的 而且這台車呢 它有9顆的這個氣囊 那它的主被動安全 循跡防滑 然後那個是盲點偵測 基本的配備它蓋有的都有 重點是我們這台車全景天裝嘛 那它這台車的特色就是說 它還有一個環景攝影 它里程數直跑5萬5 里程數原廠保養紀錄 這個部分裡面對台會保持裡面內裝都非常的新 這邊冷氣的部分呢 它是有雙區恆溫空調 椅子的部分 前座兩張都有這個電熱椅跟冷的通風椅 所以我在冬天夏天在開的時候 這個功能我覺得還蠻值用的啦 那它的這個巡車模式也可以去做調整 六速的手自排 那電子手煞車 配備來講都是比較先進的 那我們在操控期來講的話 因為它的後輪的懸吊 它是設定是雙A倍的 前後的這個懸吊這樣子配置 行駛來講是蠻穩定的 因為它的車子不是說很大台 所以坐在後座會暈車 或是你自己在開的時候也會覺得暈車 這個完全不用擔心這一塊 那我帶你看一下後座的部分 有沒有 這個車子裡面 連後座它都是做一個電動的設計 後面來講我們的椅背 可以自己去隨著我們的坐姿可以去調整 那坐在後座 你看這這麼小的車子裡面 後面的機部空間其實還是夠的 因為我剛剛前座是椅的標準位置 那它後面也有冷氣出風口 坐在後面其實真的是一個享受啦 真的是坐著坐著就會想睡著了 油電車它們在LOGO上 它的設計就會是一個藍標 300H它也是一個藍標 因為NX系列太多種了 還有NX200、NX200T、NX300、NX300H 所以說這個我們都會從這種小地方 可以判斷說什麼的等級 後面這邊呢 這邊只要輕力按一下 它就是電動的 我們搬重物的時候就很方便 按一下就直接起來了 後面的空間其實也蠻大的 那再來就是說看下面 它有一些隱藏的置物格板 空間都蠻好運用的 有一個特色想說跟你們介紹一下 它這台車它可以在駕駛座的部分 把椅子往前傾 來做一次示範給你看 當然它連後面都可以去做電動啦 我們後座後面的那個開關在這邊 兩邊按一下它就起來了 一邊一邊來 就直接起來了 我們完全不用去 又要去使力 或是要這樣子去拉 完全不用 不用煩惱這個問題 接下來到引擎刺的部分 幫我們介紹這台 它是油電混合的 動力呢 它其實還蠻大的 一般來講 我們思想會覺得油電車都是很美麗的 這台車它在 送效馬力上 它可以高達197匹 這馬力其實如果說我們在開高速公路 或是在爬山的時候 動力其實很OK的 因為它是油電混合嘛 所以說它的油耗值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它最高的油耗數據 可以高達17公升 每公里這個數據其實換作成是一個 迷你都會小車的這個油耗數據 那我們現在 這台車子都有做這個第三方的認證報告 認證都合可 那里程數才開5萬 所以裡面的機能鍵更不用去擔心 重點是我們大家都會問到說 這個車子我們買回去是不是要換大電瓶啊 不用擔心 正常來講 列車子它們是10年10萬 10萬公里才要更換到大便值 所以這個部分你完全不用擔心 又到了影片的尾聲呢 幫大家複習一下 我們這台車是2014年出廠 2015年是 那它設一台車是NX300H 旗艦款全景天窗的 那新車是250萬 里程數才開5萬公里 現在我們直接不用半價 112萬吧 秒殺入主 如果有喜歡我們家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加訂閱加分享 如果說來到我們走福汽車 記得要來找我周小弟 謝謝大家 實在就是SUM 有出品 會不會 唉 感谢观看